近前唐江大潮平上热搜 原因是出现了罕见的龙眼潮 只见潮头出现整齐排列的卷浪 令人嘖嘖称奇 那大潮中为什么会出现龙眼 其形成原理 又对我们夏日里游泳细水 有哪些启发呢 观察前唐江出口处的杭州湾 发现此地呈喇叭状造型 且地形因南于北石而南前北深 造成潮汐波向着喇叭口涌入时 能量不断聚集 波高增大 同时进入海湾的潜水波 速度又和水深的平方根成正比 因此从东部而来的 两三米高的潮头会先跑进来 过上几分钟 南部的潮头踩山山来迟 与东部潮头叠加形成大浪 接着东部潮头撞到了海岸 又被反射回来形成回头潮 于是三股潮头相撞 激起巨浪 而龙眼潮就是前进和回头的波浪叠加导致的 观察这两股向不同方向运动的潮水 都是由一系列平行的波浪组成 在交汇穿插过程中 因波浪叠加而出现了香销和香掌干涉 那么观察浪头叠加增高的位置 发现在叠加前 波浪表层附近的水中置点在做化缘运动 当波浪靠近时 置点会迎浪上行划出半圆 当波浪离开时 置点又会跟随并下沉划出剩下的半圆 可见波峰的水其实具有同向速度 因此两股方向不同的波浪 其波峰处的水顺时方向也不同 导致叠加后波峰内的水运动速度是二者之合 当速度较大时 这些水就向和速度方向抛出 形成沿波浪线排列的卷浪 这一原理让我忽然想到 虽然本人已是著名的蝶蛙俑健将 但能否利用波浪叠加帮我进一步减阻提速呢 一般来说 游泳者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头波和尾波 其中红色代表波峰 蓝色代表波谷 而推起头尾这两股波浪 所需要克服的星波阻力 约占总阻力的50%到60% 因此游泳运动员起步扎入水下 就是为了避免顶起波浪 以减小星波阻力 虽然他扎得越深阻力就越小 但无奈还是要露头换气 因此要在游泳比赛中 尽可能减小星波阻力 还需要借助对手来破风 其原理是领先的人所推动的头波和尾波 是和他同速前进的星波 那么作为后面的追赶者 就可估算前人尾波的波峰波谷位置 然后游到尾波的振幅和宽度恰好合适处 就默默保持距离 使自己顶起的星波 恰好被领先者的尾波风谷抵消而减弱 如此一来 追赶者的星波阻力可减小3%到5% 过上一会儿追赶者会突然发力 游到领先者的贴身侧后方 由于领先者的头波更强 在相消干涉位置 追赶者的头波会被进一步削弱 这样星波阻力可减小5%到8% 从而实现以意待劳 等冲刺时 追赶者在一鼓作气拉开距离 不给对手做轿子的机会 从而赢得比赛 但话说回来 领先者也不是什么善茶 他一旦发现追赶者企图贴身做轿子 就需要通过加速或减速 来让出半个波长的距离 以便让旁边的追赶者 像遭遇龙眼潮一样 顶起相掌干涉的头波而增大星波阻力 因此游泳比赛虽然看起来是各游各的 但选手们需要为站位和破位而激烈争夺 同时 合理利用波浪不仅能够减阻 还能获得推力 由于靠近表面的水是迎着波峰上行 因此 浪头前侧的上行水流 就会对此处的平板物体产生冲击 如果平板适当前倾 则水流的冲击压力不仅能将其托起 向前的分力还会推动平板和波浪同速前进 使冲浪板在波浪滑体上无限下滑 当然这需要找到尺寸足够大的波浪 比如这个人遇到了大号海浪 他立即钻进波浪并伸展手臂 使身体前倾 这样像波峰运动的强劲水流 就能托举他前进并完成横滚动作